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美食频道 我是幸福的眼泪 今天我们来做卤肉饭 但是今天的这个卤肉饭有点不太一样 它的热量会相对的低一些 我认为在减肥的时候 吃一小碗这样的卤肉饭 应该也不会长肉的 做卤肉饭一定要有的一味材料 那就是洋葱酥 就是把洋葱切碎 然后放到油锅里炸 给它炸香炸酥 等卤肉的时候 把洋葱酥一起放进去炉 那做出来的卤肉饭真的是超香的 但是我说了 今天做的是低脂的卤肉饭 所以今天就不炸洋葱酥了 今天我们改用烤的 把洋葱切碎 然后平铺在烤盘里 放入烤箱的中层 上下火120度烤一个小时 我们要把洋葱里边的水分 先烤出来一些 现在这个洋葱的水分 已经挥发了一些了 但它其实摸上去还是有点软的 在洋葱里边放一点油 然后拌匀 拌匀以后 再把洋葱平铺在烤盘里 烤盘里要铺上油纸 然后放到烤箱的下层 还是上下火120度烤30分钟 烤洋葱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把肉切了 把肉切成小粒 今天用的这个肉也不是猪肉 我用的是牛肉 是牛腱子肉 牛腱子肉没有什么脂肪 还有筋 卤着吃 我觉得口感也挺好的 这个洋葱已经烤成金黄色了 就给它拿出来 放在一旁晾凉 把锅烧热 锅里放一些油 我放的这个是牛的肥肉 因为我还有一些牛腩 我就把肥的切下来了 如果没有这个肥肉的话 就放我们平时炒菜的油就行了 我是用小火把油煸出来了一些 然后再把这个肥肉盛出去 把牛肉倒进去翻炒 炒到牛肉变色 我这个牛肉变色以后 出了好多水 然后就把这些水都滤出去 再把牛肉倒回锅里 这个锅里就不用再放油了 倒点料酒或者白酒去腥 开中火翻炒 再放点酱油 翻炒均匀 再放冰糖 五香粉 五香粉可以稍微多放一点 翻炒均匀 然后把烤好的洋葱酥放进去 炒匀 再放入开水 水要没过肉 水要多放点 一定要一次放足了 因为这个我们要炖两个小时 时间比较长 先开大火煮 开锅以后把浮沫捞出去 浮沫捞出去以后 可以再放一片陈皮 然后盖上盖子转小火煮一个小时 这个时候把米泡上蒸一个杂粮饭 我是放了一杯大米,两杯三色糙米,适量的小米,适量的藜脉 给它们搅拌均匀 然后倒入适量的热水,先把米泡了 好像用热水泡糙米,蒸完以后这个糙米吃的就会软糯一些 我也是在一个网上看的,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不知道会不会破坏米的营养 反正口感确实是还可以 然后盖上点,省得这个水变凉了 至少要泡半个小时 这个肉现在已经炖了一个小时了 这个汤看着确实没有什么油 肉也比较柴 所以一定要多炖会儿,给它炖得越烂越好 根据自己的口味,加点盐,调味 拌匀以后再盖上盖子 继续炖一个小时 现在我这个米已经泡好了 那就把水倒掉 然后再把米洗一洗 再换新的水,放进电饭包里蒸熟就可以了 现在我这个牛肉已经炖了两个小时了 已经炖的相当的烂乎了 再把煮熟的鸡蛋放进去 因为我这个汤最后剩的还是少了点 我就把这个肉盖住鸡蛋 让它入入味 再盖上盖子炖半个小时 就可以关火了 等肉快炖好了以后 做一锅水 水开了以后 放点小青菜进去烫一下 然后捞出来 放在凉水里浸泡一下 这样它就会比较绿 最后杂粮饭也蒸好了 盛在碗中 摆上鸡蛋 再浇上两勺卤肉 放一颗青菜 看上去也挺像那么回事的 是吧 虽然没有猪肉做的香 但是这个味道也还是不错的 大家也试试看吧 今天就到这里了 以后我会多研究一些 好吃又不长肉的菜 拜拜